现在来介绍常用对数 什么叫做常用对数呢 因为我们是习惯使用实境位 所以的话呢 我们常用对数就是以实为底的对数 我们就称为常用对数 那么我们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实为底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知道 这样写起来很麻烦 于是的话呢 只要是常用对数 我们实就省略可以不写 只要看到了 上面什么都不写的 那么log就是常用对数的实为底的数字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1到10之间 这些数字的话呢 概略的要把它算出来 其实目的的话呢 是在为了要对付 以后的话呢 有些天文数字 我们需要取对数 是用常用对数来对付它 这样子的话呢 那个叫做手术跟尾数的技巧 那个我们后面再说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先会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log1 各位同学的话呢 无庸置疑 这个地方可以填 答案是多少呢 是0 好 我们再来看 log2 log3 log7 这些的话呢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用算的 于是的话呢 它都一般来说 任何的考试 或者是要计算 这个数值都会给我们 那么要不我们自己去查 那我们来看一看 log4怎么算 log4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的是 对数率第二条 或者是第四条都可以 它无论是用2乘2 或2的二次方都可以 那么我们用第四条好了 log4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log2的二次方 就可以变成了两倍的log2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log2是多少呢 0.3010 那么log4当然不用问了 乘2就是0.6020 那么我们就直接写在上面好了 0.6020 好我们继续写下去 log5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 log5大家都不太会算 因为的话呢 同学的话呢 会以为是2加3 其实的话呢 各位同学要知道 对数率里面 我们只能够处理的是 相乘相除 它可以拉开来 相加的没有办法拉开 5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把它改写成 10除以2 来我们看一下 10除以2 log5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把它改写成 10除以2就可以算了 这是根据对数率 第三条所说的 两个相除 两个相除可以把它拉开来 变成两个相解 好我们来看一下 等于多少呢 log10大家的话呢 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以10为底 所以它是1 减掉 log2 于是同学知道 log2是0.3010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 0.699 这边写 这边写 0.6 9 9 0 好 继续看下去 log6怎么算 log6的话呢 我们是 2乘3 23得6 log6 我们可以把它拉开来 变成了 23得6 就是log2 加log3 那这边的话呢 就不用说了 我们就log2加log3 直接加起来是多少呢 0.7781 再看一下log8 log8是怎么处理呢 log8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2的三次方 log8我们把它写成 2的三次方 3丢到前面去 也就是三倍的log2 所以的话呢 log2我们会算 三倍的log2也是没有问题 我们乘三倍是多少呢 0.9030 继续算下去 log9 log9我们怎么处理呢 9是3的二次方 所以log9的话呢 我们的处理方式是 3的二次方 所以是2丢到前面去 2log3 那么是2乘以log3 log3是几呢 0.4771的两倍 0.4771的两倍 那就是0.9542 最后一个log10不用说了 log10就是1 那么这个表 对于我们后面的一些计算 手术以及尾数的话呢 这些资料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